這裡的位置,不要妨礙他了 懂得做吧 對,不要妨礙他發財 也不怕,只是跟著他一會兒而已 對 麥堅尼斯最初由扔彎 現在已經變成轉彎了 不用拚命了 在內蘭上過 看麥堅尼斯過的慢車都過得很穩陣 那阿瑞坤問,現在又輪到他被慢車阻礙 班納 那班納好一點 一會兒班納遇到慢車的時候 在直路的時候 在直路的時候 麥堅尼斯現在在想如何興功 對 2分35 讓慢車阻礙一礙 現在好像鬥慢 2分28多 對,2分28多 現在2分35 麥堅尼斯贏了這麼多 當然要穩陣為上 對,沒錯 他也是看著來鬥 看著來鬥 像心裡有數 跟班納的距離縮短了一點 6秒多 但因為他剛才被慢車阻礙 對 真的沒辦法 他現在好像油車河一樣 對 謝菲斯又爭了 原話 所以真的 頭這三輛車都完全沒有看頭 對 反而在第五、六、七、八、九的幾輛車 是比較接近的時間 做得 包括了史角、奴化、法古、摩利神 這幾輛反而會鬥得比較接近 不過鏡頭說沒有捕捉到這幾輛車 這幾輛車一直都咬得很接近 我想反而那些六百組 六百cc 他們鬥得更刺激 對 他們走在一起 對,沒錯 其實大家看回這一兩年的電單車材質 就是會對於車迷來說會… 賴蕭感濤 是 我想問一下 其實這輛車方面 六百cc和一千那些 那匹數方面會不會差很遠的呢 起碼差很遠 是吧 其實這些車的實際匹數是一個秘密 因為每人的設定都是不同的 那如果公佈來講 一輛一千cc以上的車是百多匹的 那六百cc的車 正常是差不多有八十匹至九十匹以上 那對於車身那麼輕 速度方面… 不是輕的問題 是N字的容量問題 跟它駕駛400cc來說 在速度方面已經駕駛很遠 但現在流行一輛六百cc組別 我想越來越多人會玩六百cc 還有那個危險程度 馬力沒有一千cc那麼大 是 那潮流會流行走 是 如果這些一千cc來說 它駕駛到可以去到多少呢 如果以澳門賽道來說 最快的那裡 二百六至二百八十幾個範圍裡面 即是在普京前那段 是 二百多度 很厲害 根本很厲害 二百多 我們香港有時限速都是… 全都是一百、八一等 所以駕駛這車的體力是很重要的 一架一千cc 二百多kilo 你要怎樣捉住它 是的 所以這些車手 平時除了你的車之外 很多時候都要做健身 做其他輔助的運動 因為這些車手 如果你不保持健康 譬如說很多賽車手越跑越遠 不是車遠 是人 控制不了車 因為很多意外就是 車手是沒有能力去控制的車 而導致成這個意外 我們也在某些車裡面 有個內置攝影機 大家應該從內置攝影機 是感受一下 車手和賽道的情況是怎樣的 現在看到這位是巴夫 目前他是第四位 現在其實第一、二、三、四位 各有差距 但是明顯可以看到 崩嵬已經追近了麥堅尼斯 追到差距只有5.9秒 其實5.9秒裡面 都很容易開一條街 相對地 因為他之前 差不多接近8秒、9秒 是的 主要原因是 麥堅尼斯在再上一兩個圈 分別做了2分35 2分33 即是慢了一點 但麥堅尼斯也知道這個情況 所以他在上一圈 馬上做上2分32 32秒 對 現在完成了12個圈 正在跑第13個圈 麥堅尼斯 只要保持這個時間 因為看到崩嵬 就不可能在每個圈 再比他快 2秒、2秒這樣快 所以這個冠軍真的很穩陣 因為現在回來 完了 今次回到終點之後 只剩下兩個圈 我想麥堅尼斯 那隊車隊的工作人員 已經給他一個訊號 已經慢慢來 不需要急 全部完全沒有這樣的障礙 反而這個 有機會 這個 謝菲斯想追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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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ger Bennett 但是追貼還追貼 始終因為之前 這個 麥堅尼斯靜落太多 太多 靜落太多 上一圈 剛剛過了第13個圈 第12個圈 完成了第3個圈的時候 這個麥堅尼斯2分32 這個賓納2分31 但是之間 還有剩下5秒的差距 我發現到現在 這個賓納 即是 速度比以前快了些 不過已經為時而慢 他在後面有追的感覺 至於麥堅尼斯 追貼 後面的車不是追得那麼貼 對他來說 沒有什麼 有動力去再跑快些 如果被人盯著尾 就會好些 但是現在完全沒有這樣的壓力 近年來講 這場車算是比較風平浪靜 對 在這個格蘭P字電單車來說 對 以往幾屆 都起碼兩、三次行李 但是 今年就比較 跌了眼鏡 他還是有意外 但是意外 是影響不到他的賽事的進行 其實這樣也符合我們的目標 因為 你說完全沒有這個意外 好像欠了一些東西 但是大意外 大家就會不開心 有意外 不過是一個 是不會傷感到人的意外 沒錯 例如今天這樣 我們看到兩次的意外 但是人就沒事了 而且也沒有影響到賽事 對 因為發生意外 不是前面那一堆 後面那一堆 就變成了 對賽果就沒有影響了 鏡頭 還是三個六百cc 勾著走 然後再看看蘇社雄 蘇社雄 還有車隊 幾個都是 羅康正、費蘭迪斯 那一群 其實他們是後面的 講排位是後面 但是他們爭促 81號 剛才突然看 就是中國的車手 黃細超 好,那麥基尼斯 回來 就已經是 走多 這個就是最後一個圈 回來就變成最後一圈 然後 倒出來 最後一圈 最後一圈了 他根本已經是 無驚無險了 又遮可游這個圈 又一圈多一輛車 600cc 他們的速度很快 真的 200多 200多 每個都 現在大表公佈出來 他們最快 就是253 因為他 剛才我所說 他可以最快 到200 或者以上 但是他沒有什麼 這個壓力 基本上這場車 麥基尼斯 我覺得他贏 就是人車 都被其他對手優勝 是的 加上他能夠 是佔到 搶先出來 不受後面 那群車的影響 就是要給這個 下士高會 跌一跌 又幫幫他 現在他又 又過前面那些 600cc的車 這次要是 那下士高會 是 有 對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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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比我們想像不到 謝飛絲這個車手 竟然今天賽得… 真是未如你上去 發覺失了水準 因為你看牠… 是,麥基尼斯是快的 但問題是 你看牠差不多每個圈 都是2分34-35 應該在牠水準之下 之下的 正常賽事平均應該是2分30 如果說真的有… 大家是… 可以叫做… 埋身肉搏 2分26-28 但是現在的時間出來 變得比較… 失望一點 對… 就算麥基尼斯最快 2分29 都是第四圈 第四圈去做 但牠都不夠試車做出來 2分28那快 是啊… 即是很少的情況 在真正… 下場賽的時候 時間是慢過這個… 還比這個試車慢 現在下到回來直路 根本就… 就要衝線了 可以定香檳了 慢慢看 是… 我以為看都可以 是… 哈哈… 正常的車手呢 一衝線之後 摩一下頭 玩一下花式 慢慢游走回來了 好… 好了… 摩回來了… 摩著頭了… 真的… 搞定… 麥基尼斯獲得… 是… 今屆的… 電單車賽的冠軍 奔納就是第二名衝回來的 不過… 去了兩位之後 謝斯菲都未回來 這個謝斯菲還未回來 還未回來 還未見到 差四十幾秒 人車合一 現在又玩了 娛樂下觀眾 是… 喂… 但David… 作為車手這樣贏一場 其實未算是最開心的 他不算… 即是一個無壓力之下 勝出… 如果車手來說 絕對不開心 就是要有鬥 對… 很精彩會回味 這些勝利 可能對於他們來說 就不太回味 不過對於 Roger Bennett這輛車 就變成了很失望 因為這輛車 賽前也很看好 是… 這輛Docati 正常說 在跑道發揮不了 好… 剛剛看到謝斯菲才來了 第三位 好… 經常玩花式在這裡 玩樂頭 你覺得是例排賽 這輛勝利才是玩 我們叫做smoke tire 在後面轉胎 對… 平時不要這樣 如果平時看到這樣 那輛機器已經是… 收工了 是,打柴了 打柴了 現在完全不同 因為賽事完了 盡量玩花式 娛樂下觀眾 娛樂下觀眾 既然呢 他們過了終點 第一名呢 冠軍呢 就是四號車的 麥堅尼斯 亞軍呢 就是羅渣班納 就是二號車的 八號車的 第三名呢 就是謝菲斯 就是二號車的 頭三位 第四呢 就是六號車的巴夫 第五位呢 就是三十三號車的 就是這個… 天德利達 好…平平淡淡 那麼呢 就… 又過了一屆了 第三十五屆的隔電 呢 也都代表呢 就是今天的電單車賽事 就是… 完滿結束的了 一會兒呢 就會開始這個房車賽 都… 挺忠目的 因為呢 全場的車手呢 都是這個… 澳門仔來的 就是這個財神杯 對啦 鬥完兩個輪子之後呢 一會兒就鬥四個輪子了 很多車喔 一會兒很多車 又密碼碼 對啦 那麼… 看上去呢 就是以這個… 真是本田的Model最多 那麼… 有這個EK4 EZ6 那這樣 那麼豐田呢 只有這個… A101 就是所謂五輪路的引擎 的車 而且全場只有一輛車 只有… 一輛豐田 只有… 其他全部都是本田 如果報名譜就是兩輛豐田 對… 但是到排位賽呢 結果只有一輛豐田 喔 因為無法複製 這輪子呢 很難以為… 拍照了嗎 是… … 是… 一個… 那… 他… 那邊的質疑 那邊的質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